好,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为各位介绍时数的性质 这个单元呢,我们要来看看时数的这个结合率,交换率以及分配率 首先我们先来介绍,如果有三个数,ABC是时数 那么它符合加法的交换率,也就是说A和B相加 跟B和A相加,结果是一样的 画面上你可以看得到3加2跟2加3,结果都是5 第二个呢,我们知道A乘B和B乘A的结果也是相同的 好,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 根号2乘根号3和根号3乘根号2,它的结果都等于根号6 好,下面我们介绍加法的结合率 如果三个数相加,前面先加跟后面两个先加 它的结果呢,会一样 好,实际的状况是这样子的 1加2分之1加2,如果我把前面先加起来 会等于多少呢,会等于3又2分之1 1又2分之1去加2,结果是3又2分之1 那如果我加后面呢,各位可以看得到 画面上红色括号的部分就是先加 加起来的结果呢,还是3又2分之1 所以呢,我们知道 时数满足什么,加法的结合率 好,那么乘法呢,乘法也有结合率啊 如果三个数相乘的话,前面两个相乘跟后面两个相乘的结果会怎么样 应该会相同的,对不对?我们实际的举个例子来看看 例如,根号2乘根号3乘根号5 红色括号的时候呢,是要先乘 好,那它的结果是多少 根号6乘根号5 所以是根号30 假如呢,我是后面先乘呢 好,根号3乘根号5 括号起来,对不对?那后面会得到什么? 后面就会得到根号2去乘以根号多少? 15,根据根式的相乘 上一节我们曾经讲过的 这个结果也是多少? 根号30,所以我们说 乘法满足什么?结合率 加法满足什么?结合率 那它们也都有什么?交换率 那么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分配率 如果是A去乘上B加C 那B加C要先加起来的状况之下 我们知道根据我们的分配率呢 我们可以把A去乘上B 然后A再乘上C 你就会看到画面上的一个呈现 是AB加上AC 所以呢,我们举个例子 3乘上括号根号2加1的话呢 红色的箭头告诉我们 它的结果应该会等于多少呢? 3根号2加3 这是乘法的分配率 乘法对加法的分配率 那同样的呢 假设我A加C呢 会等于B加C的话呢 这个状况呢 我们可以使用消去率 也就是说 我A去加了一个C 和B去加一个C 的结果是相同的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等量公理 把C怎么样? 消除掉 两边同时减C 那我们就得到A会等于B 举个例子 比如说 5加X会等于5加7 那两边同样有5的时候 我们利用等量公理 把它相减 减掉5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S等于7 这跟我们在 国中时期所学的 一人一次方式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所以时数也有这样的性质 它满足什么? 消去率 好 那乘法也是一样啊 如果说呢 我的A乘上C 跟B乘上C的结果是一样 而且呢 特别的强调 C是不可以等于0的哦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利用等量公理 两边都除以C的话呢 同学们 可以得到多少呢? 很好 是A等于B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知道 加法满足消去率 乘法也满足消去率 只要你的C不等于0 我就可以两边怎么样 同时除以C 会得到横等式 好 那我们就举个例子来看看 比如说 3乘上S呢 跟3乘上5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怎么样 3消去 就是等量公理当中的怎么样 除法 同时除以3 得到X等于5 好 最后为各位来介绍 时数的次序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把数线画出来 在时数线上面呢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左边的数呢 会比怎么样 右边的数来得小 所以如果我给了三个数 都是时数 那么首先我们先介绍三义率 任意两个时数之间呢 它一定 会有这三种状况的其中一种 也就是说A大于B 要不然就A等于B 否则的话就是A小于B 所以我们说 这三种状况 恰有一个会成立 这个叫做什么 三义率 好 三义率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 如果呢 A小于B 而且B又小于C 那各位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这时数当中的规则呢 就告诉我们 A一定会怎么样 小于C 这个叫做第一率 好 那另外呢 如果呢 A小于B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同时加上一个C 不管这个C是什么数 我们不加以限制 这个时候呢 大者很大 小者很小 也就是说A加C 一样小于B加C 好 第四个 可是呢 如果A是比B小的 那我来乘上一个数 这个时候 乘上这个C呢 注意哦 同学 这个C是什么 这个C是正的哦 C是正的哦 有没有看到 这C是正的 这个时候呢 大者很大 小者很小 所以乘上C之后 它的次序是没有改变的 A乘上C 还是一样小于什么 B乘上C 可是 如果 你的A是小于B 可是你要乘上一个数 是负数的话 好同学请看 那 C是负数 当你的A去乘上C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的不等号的方向 就要改变 因为呢 这个时候呢 就会变成是负数了 就会变成负数 就改变它的什么 如果本来A跟B是正的话 你乘上一个负数 就会变成什么样 就会变成是 大于会变小于 小于会变大于 对不对 所以会改变它的不等号 这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好 比如说呢 我们举个例子 下面我们看到 比如说 我们本来是多少 本来是3呢 本来3啊 是小于5的 对不对 可是当我3去乘以多少 负1的话 和5去乘以负1 同学 你就可以很明清楚的知道 负3会变成什么 大于什么 负5 对不对 好 最后一个呢 我们知道 如果A的平方 大于等于0 A的平方大于等于0 这件事情呢 是一定成立的 任意的时数 你把它平方之后 它一定都怎么样 大于等于0 好 以上呢 就是时数的性质跟次序 好 介绍完毕